2023建筑原野奖主任委员以及高雄市建筑经营协会理事长 率领执行团队在8号下午拜会县长徐真卫 对于城市美学进行意见的交流 县长徐真卫表示 花莲县相当重视城市建筑美学 也会有相关的建案推动 同时能够参与建筑奖项的比赛 来提升生活环境以及建筑美学的概念 2023建筑原志奖主任委员及高雄市建筑经营协会理事长 率领执行团队来到花莲县 特地拜访县长徐真卫 双方在城市美学社区生活环境建筑规划上交换意见 但是最主要的是 我们确实是要把原理奖这么好的一个活动 我们想把引进来花莲 目前原理奖整个在西部地区几乎都涵盖了 那现在就只剩下东部的花莲台东还有宜兰 我们这一次也一起把它纳入整个评审范围 所以人家在我们的西部地区 他说我们确实应该是算是建筑界的一个金像奖 因为他确实是整个在平成的过程都非常的公正 其实以前都是参加工程会的那个金安奖 金安奖的部分 那是公部门来办的 后来其实我们有一次建设处报了 那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对 主院建设奖的时候 对 那时候我们就希望说 我们每一次除了工程会的金安奖要报 那其他的我们能报都尽量来报 对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凸显 一个城市不断的进步 那他透过建筑让城市更美丽 透过建筑让建筑的设计的与会 结合地方的文化丰富人心 对 对 这个就演绎出属于地方的一个建筑特色 县长徐正伟对于建筑原字讲 在鼓励设计师与政府部门 共同推动城市美学的用心以及期待 是相当赞同的 并指示县府建设处可以在相关建爱的推动时 能够鼓励建筑师参与建筑奖项的比赛 以提升生活环境以及建筑美学的概念 记者凌杰花丽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